哈喽大家好,我是褚儿 我那天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一个话题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男生喜欢你和撩你有什么区别呢 然后我就看完了底下上百条的评论 其中有一个评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啊 一个男生喜欢你和撩你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动心,一个动嘴,一个走心,一个走肾 那女生喜欢一个人和撩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就给你们好好唠了 第一个就是对于花钱的态度 这一点真的是最明显最好看清楚的 喜欢你的女生呢会体恤你的辛苦和不易 舍不得你给她花一分钱 幻想着进入到你的生活 可这个撩你的女生吧 就是无所谓,你们有没有结果 你呢只是她生活的调味品 她只想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 那对你的态度呢也是 无聊的时候想起你了,抓你两下 忙的时候,who are you 我不想看到你啊 但是这一点呢有一小bug啊 因为有些女生要是去撩男生的话呢 一开始多半还是不会去掏你的钱包的 她得观察观察你的实力不是 你问我怎么区分,简单啊 请她吃饭挑贵的吃 她要是毫无心理负担 理所当然的吃了这顿饭 那你还是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关系吧 但喜欢你的女生呢就会拉着你说 呀我不喜欢吃西餐 隔壁有一家串串蛮好吃的 我们去吧 简单来说就是 你问她要不要吃烤山药 吃两块够不够 喜欢你的女生就会说够够了太大了 而撩你的呢她会说吃,吃大块的 第二点呢就是距离的差异 其实这一点啊男生和女生是一样的 她靠得太近冒犯到你 粘得太紧呢 哎,又怕着你烦 但又觉得离得太远 你就把她忘了 可又离不开你 所以啊就刻意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没错,女生就是这种矛盾 你找她的时候 她就算是在洗澡 也得擦擦手回你的消息 随聊随在线 拿着手机想给你发一个什么吧 都得山山改改 想很久 想着你是不是在忙呀 或者说自己是不是不该打扰你 手机啊是拿起来又放下 最后呢删了很多字 问你一句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一句话 你吃饭了吗 可这个撩你的女生吧 那就不一样了 会和你开着过季的玩笑 做着过季的举动 聊着暧昧的天 可以随时的离开 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 毕竟人家更在意的是 自己还不还开不开心 还会刻意的拉近你们的距离 毕竟撩完就跑 没再怕的嘛 简单来说呀 喜欢你的人就是相敬如宾 举暗其眉 而撩你的人呢 就是来呀快活呀 反正有大把的时光 你好骚啊 第三点 你难不难受 最后要说的这个呢 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你自己的感受 你难不难受 喜欢你的女生吧 如果你也喜欢她 你就会难受 因为你不确定 她到底喜不喜欢你 有多喜欢你 今天多说了一句话 明天少说了一句话 你就会怀疑 她对你的感情是不是变了 还是说你的哪句话 让她伤心了 惹她生气了 可是啊 她不喜欢你吧 你又喜欢她 你就更难受 难受的是她为什么不喜欢你 就是她不懂你 所以喜欢你的人 如果你也喜欢她 就会让你产生一种 翻来覆去 是五彩斑斓的难受 可撩你的女生 才不管那些 什么难受不难受的 因为她要的是 自己开心 你的不开心 会影响到她的开心 所以说啊 她就不会让你不开心 这件事情发生 她也懂得 怎么怎么样让你开心 毕竟撩别人 最重要的就是 开心嘛 你饿不饿 我煮碗面给你吃 简单来说啊 喜欢你的人 就是求而不得 而又触手可得 而撩你的人呢 大到至简 我爽就好 那今天说这么多呀 你明白了吗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 如何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 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